阿伯這一種叫做看破人生 為什麼阿伯理光頭 很多人有很多解讀 有人說他是因為 有什麼暗號出現 我覺得沒有這麼複雜 為什麼我說他看破人生 因為陳佩琪在2014年 寫過這篇文章 他說他有一個同事理了光頭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大家想說 柯文哲沒有理過光頭 結果有人說柯文哲理過 可是陳佩琪都沒看過 後來他就問柯文哲說 你到底有沒有理過光頭 柯文哲說有 因為他已經看盡人生的這種擺態 對人生失望 看破人生 很想出家 很想出家的概念 可是他說 可是這些名嘴 接下來各位看 陳佩琪在2014年 10年前就預言這件事情 他說主要是想要起底 他到底幹了什麼壞事 然後就是要贖罪 那男人替光頭贖罪 不外乎是錢跟女人 阿伯現在不是有錢 錢觀難過嗎 這兩天有女人觀難過嗎 下一句話他說 他的基金會如何支出 這10年前陳佩琪就講 他的基金會如何支出 支出的項目是什麼 他說 而且柯文哲9成以上的部署 都是女性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跟名嘴一樣說的小三 陳佩琪10年前就預告了 這一篇文章現在被找出來 所以我覺得阿伯這幾天 你的光頭應該是看破人生 看破人生 就是說我就這樣 也沒辦法 說什麼也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在悔改 他應該就是跨破人生 有關於今天 真的 今天我一早就看到執行企劃 他就傳了一個說 阿伯剃光頭 然後弄了一個影片 比較短的影片 大概幾十秒 我看了之後 我真的還刷來刷去 刷來刷去 我說我找不到阿伯 阿伯在哪裡 我找不到 因為阿伯今天的造型 長得不一樣 在茫茫人海之間 一時就找不到他 理了一個光頭 因為禮拜一是抗告的部分 他不提抗告 接著禮拜二週刊 就出刊有關於性騷擾 還有說有心靈祕書這回事 到了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光頭 你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意涵嗎 講到替光頭 那一天館長 他講說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阿伯還沒理光頭 那時候都還沒理 我想說奇怪 館長你是在哪裡去望到 阿伯 理光頭 通常男生理光頭幾種情形 第一種叫做做兵 最多要去成功林進行 有的人就假日 自己先去替一個光頭 直接去沒禮 那裡面一集就開始把你撈 你本來你那個光頭還蠻帥的 因為那有一點造型 日比台灣都一樣 你確定是姊姊不是阿姨 沒有 我是說進去之前 進去之後就排一排 排一排 通頭到尾 三文筋 一個頭就替好了 這種單兵 以前受刑人要理 現在不用了 受刑人好像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 那第二種就是賭輸了 說我要講這張如果輸就要 我替光頭 有這一種 像Grace Grace上次不是有賭一次嗎 後來他贏了 所以他就沒有理光頭 第三種叫做自證清白 很多人選舉選到一半 被人家污蔑被人家什麼 就跪在演講台上 叫他的父母 叫他的師父 幫他理光頭 自證清白這種 還有一種就是李政浩 李政浩 李光頭叫宣誓決心 有沒有他上次不是選議員嗎 然後郭台銘不是幫他在後面寫什麼 盡忠報國不可貪辱 還露出紅色小內褲那一條 那裡有啊 有 這李光頭 好 李光頭 他說他有一個同事理了光頭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大家想說 柯文哲有沒有理過光頭 結果有人說柯文哲理過 可是陳貝琦都沒看過 後來他就問柯文哲說 你到底有沒有理過光頭 柯文哲說有 因為他已經看盡人生的這種擺態 對人心失望 看破人心 很想出家 很想出家的那個概念 然後呢 可是他說 可是這些名嘴啊 接下來哥哥看喔 陳貝琦在2014年10年前 就預言這件事情 他說主要是想要起底 他到底幹了什麼壞事 然後呢 就是要贖罪 那男人替光頭贖罪 不外乎是錢跟女人 哎呦 阿伯現在不是有錢 錢觀難過嗎 這兩天有女人觀難過嗎 下一句話說 他的基金會如何支出 哎呦 這10年前 陳貝琦就講 他的基金會如何支出 支出的項目是什麼 這樣 他說 而且柯文哲9成以上的部署 都是女性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跟名嘴 一樣說的小三 陳貝琦10年前就預告了 這一篇文章現在被找出來 所以我覺得阿伯這幾天 你的光頭應該是 看破人生 看破人生 就是說 我就這樣 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我又說什麼 沒效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在悔改 他應該就是看破人生 當然這篇文章裡頭 還有提到一個關鍵的人 叫做無花和尚 他說柯文哲 譬如說他自己是廢育親 不知道理了光頭以後 像不像儲留鄉裡頭的無花和尚 節目開了之前我們問貴雅說 你怎麼知道無花和尚叫什麼名字 貴雅說無花和尚是什麼人 不知道 我是很帥的 儲留鄉裡面那個鞋派 我們沒有看過儲留鄉 貴雅跟無花果比較熟 我也不知道 你問 我們這一掛年新掛的 我們沒有看過儲留鄉 相信鍾小平一定也沒看過 只是過儲留鄉 跟上一個無花和尚 幫大家回憶一下 當年的儲留鄉 當年是我們算 我們小時候 國小 國中 高中 那個年代看的那個片 就是幾乎 收視率本來是85 禮拜六 禮拜天才看 85 對啊 這不是收視率的問題 是年紀的問題 我們剛好稍過了一個坎 然後就沒有遇過 那個阿苗說會唱 儲留鄉的主題曲 這個 我都還不會 好 我們回到柯文哲 李光頭 不是每一個人李光頭都好看 像柯文哲這種頭型 離起來就像和尚 那你去看那個官聰 就無花和尚那個光頭 那實在是有夠遠道的 然後可是柯文哲這個 那個看起來就不太適合李光頭 龔一串我想知道 你李光頭好不好看 我回去找一下我成功 李光頭會敗給韓國瑜 韓國瑜你頭型比較好 那韓國瑜是禿頭 李成光頭那個頭型是好看的 韓國瑜是好看的 頭型是好看的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而且他因為他個 這個是自己理的 他就應該是叫他的御友 但是現在有人傳出來說叫他拿拿的是剃頭刀 我想應該不是剃頭刀 不是啦 電動的 剃頭刀多危險 但是我的了解是 好像壽星人如果要李光頭 這個裕方會尊重他 因為李光頭可能洗頭 比較好精力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是李了一定要變光頭 還是說我可以請那個 因為他們說是御友幫忙李了嗎 我可不可以手下留情 我幫你李個什麼三分頭 還是說一嚕就嚕完就是光頭 你果然沒當過兵 我跟你講 除非你的御友正好是一個髮型設計師 可以用電推剪出三分頭 還可以剪出造型 通常男生李光頭很簡單 就是你要三分頭五分頭 他有一個塑膠墊套在電推上面 套厚一點就多留一點 套薄一點就少留一點 所以那個電推下去就是 好三分鐘保定 但是柯文哲 當然他這個應該 一方面應該是看破人生 那二方面也有可能 他在宣誓他的決心 這兩方面的決心 不過今天黃國昌有出來講話 他說他看了其實是很難過 不敢 但是各位要記得 這個壽星人李光頭 不是這一個看守所幫他理的 不是說你這次就是替光頭 那是他感恩 他說我要來替頭 拜託一下 我現在感覺 三千煩惱是煩惱很多 我想要理應 因為他們好像熱水什麼有限量 對 所以李光頭可能這樣比較快 然後因為裡面也沒吹風機 對 所以這樣打一打就乾了 才不會乾 所以尊重柯文哲的這一個意願 大家也不要去想說 李光頭是零 那是什麼樣的代號 柯文哲沒這麼複雜 他沒可能進行 召集大家說李光頭是什麼意思 我如果黃色換藍色 短袖換長袖是什麼意思 我左腳先跨出去是什麼意思 右腳跨 沒有那麼複雜 柯文哲李光頭應該就是看破人生 我覺得李光頭有重大的意義 真的嗎 不只是跨破零星 我李光頭就是我奮戰到底 老子跟你拼了 那拼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四行 把四行倉庫是什麼位置 就是民眾黨的主席這位置 那李光頭是幹什麼概念 就是反正我錢我也不會吐 我也不會講 他跟沈經經講好了 我的錢留下來給阿姚 給我老婆 那我人去關 可是我黨還要 我主席不能放 你請問你 西裝頭幫派的老大 西裝頭比較威嚴 比較凶 能震懾這些幫眾 還是李光頭 李光頭嘛 最好赤容赤鳳對不對 格保大很少李光頭 三本頭 他們都用那個電棒 電棒 我靠問的李光頭 我是來恐嚇黃國昌 不要去弄我的這個自行倉庫 我的主席的位置 不然幫派李光頭 你弄我為什麼 我給你三刀六眼 在政治上 這就表示他的決心 所以柯文哲 你看他 他雖然關到整個 好像感覺我們關很痛苦 他關好像都很自在這樣 其實他放不下的是 他的主席的位置 簡單講 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至少 他知道也是判重刑 我錢留著 把七小照顧好 可是我政治上的企圖 企圖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放棄